两步20人坐小巴士同时启动 虽然单趟车程需要30分钟以上 还是有机会到马夫拉克难民进修中心 获得疫诊服务 第一关快速分流分科作业 急诊医师礼仪工最适当的人选 最后一关领药处 志工先将常用处方分装 尽可能避免大排长龙 一诊的没到流程顺畅 除了专业还有经验的累积 牙科诊间有三位大学四年级学生 从社群网站知道疫诊消息报名来服务 廖靖兴医师保卫因缘 从口腔卫教 基础检查 到牙科医护人员应有的尝试知识 仔细指导 更不忘传达视病如亲 医疗人员为理念 我们可以改变医疗专业 所以我们可以去到医院 最需要的医疗专业 医疗场地无法向医院和诊所的规模舒适 但慈忌人在后诊区的关怀陪伴就医 翻译领药无处不在 尤其接送民众往返的小巴士 一趟一趟没有耽搁 让七百多位叙利亚难民和约旦贫困户 如同在沙漠中获得甘权 大爱新闻李必秀警原集约旦报